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保育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任务 涉及多个层面和方法 以下是一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建立保育区域 设立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等地方 保护各种生物栖息地 确保物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 物种保育 采取措施保护宾微物种 如保护其栖息地 实施繁殖计划 防止非法捕猎等 生态富裕 恢复已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 如植树造林 湿地修复等 以提供更多的生态位和栖息地 控制入侵物种 限制入侵物种的传播和扩散 防止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 永续利用 采取永续的方式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 教育与宣传 透过教育和宣传活动增强大众对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认识和意识 鼓励人们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 政策与法律 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条例 保护和管理生物多样性 惩罚非法捕猎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国际合作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因应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议题 如跨国野生动植物贸易 气候变迁等 科学研究与监测 透过科学研究和监测 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变化趋势 为制定有效的保护测试提供科学基础 以上这些方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需要结合运用 因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需要全社会的众统努力和持续关注 当然 继续探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促进永续发展 透过促进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降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 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压力 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保育基金 设立资金支持生物多样性保育项目 鼓励并支持各种保育行动 社区参与 鼓励和促进当地社区 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借助他们的传统知识和经验 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保护措施 技术创新 利用先进技术 如药杆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等 监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保护效率和效果 灵活管理 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步骤 制定灵活的管理计划和政策 考虑到当地的文化 经济和社会因素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效果 生态旅游 进行永续的生态旅游 透过吸引游客的参与和支持 提高当地居民 对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视程度 同时为保育工作提供经济支持 综合运用以上方法 并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和创新 可以更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 确保地球上丰富的生物资源 得以长期保存和持续利用 当然 以下是更多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 气候变迁调试 因应气候变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采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 保护生态系的健康与本定 监测和评估 建立全面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定期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状态和趋势 及时调整保育策略和措施 重点保护区域 针对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或独特的地区 设立重点保护区域 加强对其保护和管理 跨界合作 加强跨国界 跨区域的合作机制 共同保护跨国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并防止跨界问题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和破坏 扶贫与保育结合 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 透过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等方式 为当地居民提供经济收入 同时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生物多样性教育 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 提高大众对生物多样性保育的认识和理解 培养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道德和伦理观念 强调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道德和伦理价值 倡导尊重和保护所有生命形式的概念 并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民间组织参与 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 发挥他们的角色和影响力 这些方法并非穷尽所有可能 但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策略和措施 以应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 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优化 以达到更有效的保护目标 生态补偿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对生态系统的损失进行补偿 鼓励企业和个人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生物多样性资料库 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资料库 收集、整理和分享相关数据信息 为科学研究和保护决策提供支持和参考 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 鼓励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与商业模式 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育的良性循环 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 加强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 并改善相关法规体系 提升法律保护的力道与效果 国际交流与合作 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分享经验与技术 共同面对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挑战 科技创新应用 利用科技创新应用 如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 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监测、预警与管理 长期监测与追踪 建立长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追踪机制 持续了解物种数量、分布与状态的变化 并及时调整好与策略 这些方法可以作为生物多样性保育的参考和借鉴 实际的保育工作需要根据具体的地区 生态系和物种情况 灵活运用和组合这些方法 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保育策略和措施 生态赔偿机制 建立生态赔偿机制 对于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或损失的行为进行赔偿 以激励个人和组织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 生态补偿市场 建立生态补偿市场 透过市场机制激励生态系的保护与恢复 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跨学科合作 加强跨学科合作 将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结合 综合分析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保育中的复杂问题 青年参与计划 鼓励和支持青年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培养和激发年轻地带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参与 为未来的生物多样性保育变定基础 绿色基础建设 推动绿色基础建设 包括城市绿地、生态浪道等 提供生物多样性的栖息地和通道 促进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生态旅游认证 建立生态旅游认证制度 对于符合一定生态保护标准的旅游计划 进行认证与推广 鼓励永续的生态旅游发展 城乡一体化规划 推动城乡一体化规划 实现城乡发展的协调与统筹 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 减缓城市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压力 法治宣导教育 加强法治宣导教育 提高民众对生物多样性保育法规的认知与遵守意识 促进法治保育的落实 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引导民众监督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的进行 并增强保育工作的透明度和效果 养护人员训练 加强保护区养护人员的训练和团队建设 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 并保障保护区的正常运作和管理 这些方法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适用性 可以根据特定的环境和需求进行调整和组合 以实现更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4年4月6日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任星旅栏